美国洛杉矶12号发现一只小熊在当地的高中附近闲晃 不只是钻进垃圾桶找东西吃 还想要爬上电线杆 更闯入了周边的社区 掀起了一阵骚动 空拍画面中树梢上出现一团黑色身影 美国加州洛杉矶12号发现一只小熊 在当地高中附近闲晃 钻进垃圾桶找东西吃 小熊探出头叼着一块看起来像炸鸡的厨鱼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尽管学生们十分欢迎这头可爱的稀客 但为了安全起见 周边共两所学校宣布就地避难 要求学生暂时留在室内不要外出 而直升机也一路跟拍小熊的行踪 只见他惊险横跃大马路 直接冲向附近社区 小熊意外闯入这户人家的草坪 吓得居民躲去邻居家避难 当地的野生动物组织试图驱离 但却成效不张 小熊不听劝 甚至想爬上电线杆 在社区中引起一阵骚动 有民众担心小熊是不是迷路 找不到熊妈妈在哪里 野生动物组织表示 小熊目前已经回到森林 也在附近公园发现熊妈妈的身影 推测一家人已经平安团聚 确立此编译